早前网民又趴地 又以改编歌曲恶搞 澳门电讯不满 澳门上网速度慢 收费比邻近地区都要高 不过这种局面相信很快就可以打破 行政会完成讨论新的固定公共电信网络制度法规 从明年1月1号起 经营固定网络的服务 牌照就会从现在的一个增至三个 当局认为这次是澳门电信市场全面开放的一个里程碑 如果你设施上面没有一个有效竞争 不可以有更多选择给市场的话 其实服务即使你开放的话 由于它自己不可以去建立一些东西 它在竞争度是有限的 因为特别在租线上面它是会贵着 也都跟原油的营运商的优势是没得比较的 当局预计有新的营运商加入竞争 无论是网费还是流动化费都有回落的空间 不过究竟可以减多少 涛用墙只说要交由市场决定 流动电话营运商包括互联网的经营者 他们需要用到这些专线服务的时候 他们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选择 和一个比较好的价钱去使用 或者间接 将他们的服务可以从成本上面有一个降低 最终得益的都是市份 电信管理局明年1月就会开始招标 预计最快上半年就可以批出经营牌照 澳洲卫视马庸肥李彬彬 澳门报道